盘 决胜盘的是由 我觉得发挥 李平是胜在这个比赛的经验 哦 漂亮 队里也给了他很多的比赛的机会 永远觉得自己行 永远觉得自己能打好 对于比赛胜负看得很重 对于对手看得老实 好球 很特别多 有时候我们说有时候过 自己吓唬自己的情况 嗯 那么这场比赛在开局 我们还是能很紧张 那么这是决胜场 都能获得一个明显的优势 用气势压住李平 好球 6比3 方博领先 好球 如果看到一些希望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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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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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斜线 老球高度紧张 搓长 拉起来 正手对正手 能在第一局拿下的话 对第二局的作战来说 从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现在山东鲁能的 他们也认识到 第一局队两个人 来看这一分 这两个球来说 李平处理的都是比较保守 那么这场比赛 第一局可能 你挑打来说 你如果说的出手果断发力的话 你的力量可以增加你的击球感觉 你的力量可以抵消球的拳管 包括韩国的 和横板运动员吴尚银 他们的平常小赛 当中一般比赛当中的 好球 再来看 打出了我们平超联赛的赛制 大家看这个改革当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和成 但是他有时候就控制保自己的情绪 有时候容易着急 还通过自己的算计抓住一些机会 拉起来 胜利在手 他就失败 行的时候变化还是可以 逆向旋转 李平第一局输了第二局又是4比6落后 这马之导也在给李平面授机 梁英你估计他说什么 哎呀 我姓师傅 回白 方伯拉起来 哎呦 不利落是吧 所以拖在后边 王浩跟马林打的比较多 变得比较多 尤其是 打破一些原来自己的打法规律 插网都是小心翼翼 接着不过李平插网 方伯又插网李平又拉过去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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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好球 就破坏方伯第一板的领了 来看 方伯对球非常好 哎呦 但是换个形式看看方伯是不是能够 产生了变 你先尝 这样方伯再次为山东鲁能 拿下了第五盘决胜场的胜利 在前一轮的比赛当中对江苏通刀电缆方伯呢 也是在